警车鸣笛呼啸而过 这里是美国肯塔基州75号洲际公路 当地时间7号公路上惊传枪响 至少9辆车遭波及7人受伤送医 案发后当地警方封锁公路好几个小时 找到枪手犯车辆搜出枪支和弹夹 随后更公布32岁枪手照片 因为他还在逃身上不排除还有武器 有几个网站也有充满网站 肯塔基州伦敦市市长喊话市民避免外出 当地警方持续追捕枪手 犯动机则还有待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